中国首个MRNA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奠基仪式 12月21日在云南省与西市疫苗产业园举行 该MRNA新冠疫苗产业化建设项目 投资2.8亿元人民币 依其产能为每年1.2亿剂 该新型冠状病毒 MRNA疫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苏州爱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制 由沃森生物负责该疫苗的产业化建设落地 今天我们生产车间在这里隆重举行奠基仪式 标志着该项目已经进入了正式的产业化阶段 我们计划通过8个月的建设周期建成投产 以及在2021年下半年实现产品的上市供货 据悉,该疫苗于2020年6月19日 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广理局批准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建 目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在一期临床试验中显示了良好的安全性与免疫原性 随着后续临床试验的推进 该疫苗产品一旦火批 将实现中国创新技术路线的MRNA疫苗零突破 我们的此项研发成果实现了我国MRNA疫苗零的突破 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其核心原料和关键设备 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可实现产能快速放大 沃森生物董事长李云春介绍 MRNA疫苗存在很高的技术门槛 目前世界上仅有美国与德国少数几家公司 掌握这一核心技术 MRNA疫苗产品是目前全球公布的 三期临床试验结果保护率最高的新冠疫苗 其技术路线水平也是业界公认最高